今天我们来的时间就是一个简单聊天的环节 十几分钟我们就讲一讲 到底现在这么流行的CarCam 对于我们的驾驶者有什么作用 先问一下乐少 在经验当中车行里面超过30年 近年来我想都留意到 CarCam是越来越多人说 又越来越多人买的 我想先问一下汽车行业里面 怎样看这种成分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产品来说相当相当多 究竟哪一类产品好与坏呢 我想看得到的 在市面上 即是类似的产品 几百元到过千元左右 究竟一件产品好 当然方一号 驾驶者 保险公司 甚至所有的道路使用者 而一件乱质的产品 可能反而会制造很多麻烦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觉得一件产品 推出去市面上的时候 大家要绝对清楚 究竟这件产品的功能是什么 究竟真的帮不帮到人呢 还有那些药片是否要很实用呢 我想真的要大家要 所以在简孙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我也想请教一下罗绍 加装了这些汽车安全装 对于在够买保险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一些好处呢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如果大家每人 就是车主这些路 每人开车的时候 当你们有安全驾驶的时候 都会有所谓 Low Camp Bonus 叫安全奖励金元 反过来 就是鼓励安全驾驶 也会有鼓励用一些奖金 鼓励他们的 另一件事大家都知道 透车透车很厉害 有些好的防导系统 装了上去 保险公司也会有一些优惠 给他们 鼓励他们装一些防导 避免发生事故 因为大家都清楚了 保险公司 就是很希望减少的损失 如果车主愿意 他要多复多些 都是想保障 除了人之外 还有车之外 我想保险公司 通常都肯 给他们一些奖励 我相信保险公司有信心的话 只不然就会在 购买保险的时候 为用家提供一些不同的优惠 其中在身边这里 介绍到中国平安保险 就提供一个零战底细的优惠 想问一下当初公司 为什么会有这个考虑 其实刚才罗先生也说过 都已经说了 我们保险公司的心识 其实我们都是想鼓励 一些好的司机 希望他们减 除了我们跟车主是一样的 都希望减少损失 也不希望他们出现意外 我想车主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后来这个零战底的时候 都希望鼓励车主要安装 一个行车纪录器 让我们确保知道 究竟在意外的时候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无论是客错 或者是我们的客错 还是对方其他司机的错误 我们都想第一时间知道 就比以前 口同比亚或者要等交通报的一个调查报告 会反映很多 不过在市场上 的确是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正如刚才罗少所说 有高质有劣质的 当初又为什么会认可 不过在市场上 其实确保护高的产品 其实确保护高的过程 都挺耐久的 因为我们都看过很多不同的 行车销器 其实就不是说 个个都合乎我们的要求 因为 我们如果推荐一个行车销器 所以我们其实 任何一只行车销器 都希望它是安全的 安全之上 好了 那我们说了这个 在保险方面的事情 第一样想的是 金钱上的赔讯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意外的话 除了钱之外 车主也可能会面对 法律上的责任 所以想请教一下 高希文律师 其实一般在交通意外当中 有哪些证据 是可以有了一个车主 他自己去举证 或者是面误的 大家都知道 一些普遍的交通罪行 就好像是 不小心驾驶 危险驾驶 以至他人伤亡 在车主发生的 不要再去发生这些意外 如果可以提供一些证据 给警方 又或者法庭 例如当时的时间 地点 车速 都是很有力的证据 去证明自己是没有罪的 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行驶普通法的地方 很多时候都要讲一些 案例 经验 香港的法庭 现在是怎么看 行车记录器所拍出来的片段 是否真的可以帮到扯住 条例上 没有真正说到 这些car cam的影片 是可以呈堂证供的 不过 案例就说过 法庭是会考虑到这些片段的 但是有两个的requirements 两个的需求 需求才可以去哪里 第一 一定要这个影片跟意外是有关的 譬如车撞车 你不可以只是那个影片 可以呈堂证供应该是车台人 所以一定要有两辆车 可以呈堂证供应该是有关的 第二 就是要确保那个影片是真确的 即是说不可以是一个copy 不可以剪过 那这个法庭就会考虑的了 所以大家拍了这些片段之后 都要留意 不要想着 我方便官方看自己做一些edit 你现在做剪 太简单了 实在是 接着想问一下罗少 其实也有不少做专家证人的经验 这些凭车记录器所拍摄的片段 对你分析一件事的案情 有没有帮助 绝对是很容易的 好像最近我们去处理一个个案一样 纯粹就是 律师楼给了一些 所谓口供给我们看 还有一些硬仗之外 除了凭我们的经验 我们可能一定要实地去看 不是看了之外 如果你有加上有关的图片 对我们的分析 有主观地 比如客观地 我们会在那方面 落实一点去做事的时候 更加可以全现性一点 会看得清楚一点 更加可以落实一点 当做专家证人的时候 会更加有利 刚才我们在Mages你准备的片段里面 看到这个人肉撞车榜 我真的想问三位 从各自的角度 你怎样看 避免被人肉撞车榜 挖到自己的机会呢 我们先从法律的角度看下 有什么证据可以帮到手 当然如果你很有信心 不是赤住的错 你当然可以在当场指责他了 但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话 有个car cam就帮到很多 因为可以跟那个人说 其实我有个car cam 你想不想给警方看一看 我想如果这些不法之途 一定就不会继续在你挪辞了 挪辞怎样看呢 律師說得很清楚 有就絕對勝於沒有 第一可以阻嚇到作用 亦可以防止罪案發生 第二有一個好處 就是一定要的 就是比較清晰 正如我們看到的產品 如果清晰得不夠 其實就是好論壯 所以我們最重要做的時候 整個過程清晰、時間、地點 所有的東西,越多數據 越清晰 對我們越有幫助 我想Danny都會很認同 回來的片段叫清晰、高畫像 對於保險公司的分析 都沒有幫助 絕對是 剛才華先生和律師都說過 其實我們保險公司 其實都希望 如果真的客人這麼不幸 遇到意外的話 都希望我們盡力幫他處理它 但往往很多時候是缺負一些資料 或者一些資料需要滯後才拿到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 看到我們的客人 遇到意外的時候 交通景都已經馬上問他 有沒有一個車廳 問他馬上拿到記錄的記錄 其實整個processing time 都會快速到 最後的一個題目 問一下羅兆 在交通安全方面很多經驗 就是安裝了這個卡鏡 剛才介紹到有一個卡鏡的主動式功能 去做一些提示 是否都可以幫助到駕駛者 就是你認為 對駕駛者來說 主動式當然是絕對好過被動式 主動式 而且我看來最重要 很多功能 暫時來說 特別是人 你知道駕駛車 每個人的駕駛態度都不同 最重要的功能 是真的幫助到駕駛者 譬如疲勞 或者有車 各樣東西 都是實在有警覺性 人有時候真的會累 特別是高速公路 會忽視了 最少累的時候 會提醒自己 我們經常都鼓勵人 駕駛車 不要駕駛太久 等等 但有些真的逼不得已的時候 都要有些警告 還有一些聲音 一定要清晰響亮 還有一些景象 我覺得最好就是 要有些音頻 即是方便 我們經常都不能鼓勵人 駕駛車在那裡搞事情 最好是一說 他們可以做得到 這件事我覺得最有用 亦都不影響到駕駛者 是的 所以剛才聽到那把靚聲 都是我的同事 最後問Hannah 因為台上一位女士 還有一位女士駕駛 你覺得有主動提示功能的 用具或者裝備 是不是都可以很幫到手 很多人就說 女士駕駛者的駕駛方式 沒有男人那麼好 但我是不認同的 我沒有這麼說的 不過我作為一個女性的駕駛者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因為好像剛才郎先生說過 有時候會疲勞 做律師我們都很長的工作時間 所以晚上駕車 有幾個疲勞功能的提示 是會幫到很多的 好 先謝謝三位 剛才我們輕輕聊天 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現時的科技 不是只是幫助大家 在汽車上的指引 而是安全方面 亦是顧及到 正如我們今天的第一個題目 Care for life 就是我們這次 為大家帶來一句 Gill的訊息 在這先給掌聲 多謝我三位嘉賓 Thank you Danny 駱少庭 Thank you 謝謝 謝謝 我們從2001年從台灣出發 上海、深圳、香港、新加坡 這個只是亞洲 我們在日本跟美國都有分公司 然後在俄羅斯 那同時我們在2011年 在台灣的 台灣的台灣股票市場上市 那我們是一個IPO的公司 所以對於售貨服務 保護各方面品質 這個是我們非常堅持的 目前我們品牌有四大領域 威購系列是導航軟體的 導航平台的系列 GOSEP是行車記錄器 MOBILE是一個雲端的服務 然後GOLINE是一個 智慧型的手機應用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 GOW WATCH做手錶 還有GOW WATCH 還有GO SPORT做運動型的 類型的產品 這個是WACO 就是我們的導航機 這個在目前我們 感謝我們香港的朋友的支持 我們在這邊的四大領域 是第一名非常的好 GOSEP 這是我們的行車記錄器 我們在行車記錄器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應用跟價值 這裡面的軟體 跑零零食 然後這個我們做了非常多的 多的應用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GOSEP是手機的導航問題 還有手機 還有類似社群的一個服務 Community的一個服務 那GOLINE也是一個雲端的服務 然後接下來會跟我們的手機 還有跟我們的手錶做結合 那我今天簡單介紹 很簡單介紹 我們行車安全的概念 這個是我們最新的導航 導航管理的一些 feature 那我們有相當多相當多 關於我們華人 還有特別為香港客製化 比方說走哪個隧道會比較便宜 比較省時間 這個我們都有做進去 那剛剛跟大家報告 我們在行車安全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創新 我們利用影像處理的技術 可以偵測到前車 可以偵測到車子的便宜 可以偵測到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 這是我們在這邊做的一個非常大的創新 那我們是一個非常高端的一個品牌 我們做了這些 這些就是為了行車的安全 我們希望能夠跟大家在一起 然後守護一下大家的家園 還有行車的安全 謝謝大家 那待會不會有什麼 再請大家多多指導 謝謝 謝謝